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当我看见第一个出场的人是何润东 复分就已经成了不能改变的事实 那你得再看我一部戏 因为看两部就可以复复得正 第74届威尼斯电影节开幕 全球电影人红弹战风采 好 一起来关心一下今天的头条 好 在昨天的节目中呢 相信大家已经看过了我们的极限挑战中 男人帮他们的精彩微波花絮 今天呢我们精彩继续 当六兄弟来到天头府竞标后 孙宏雷放弃竞标先走一步 留下五兄弟面面相讯 此时管家又带来新消息 你们待会儿依次跟我到后面投票 如果你们中有且只有一人获得一票 那么这个人可以见我们老爷 挺难的 一票也挺难的 一票也挺难的 这个真的商量一下了 要不然这是个白给的一机会啊 咱们现在商量好了 就给一个人就完了 对 好 我投了一个 现在你们谁先开始投票 一个一个来 真的是不需要再商量一下了吗 男人帮户头拼演技靠默契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小九九 一星啊 出师之后有了大侠风范 可是藏好的金条别暴露啊 下一个 弄完了以后别到时候 就一个人都见不了了 但是呢 得藏几个 没声音了 五个人逐一进入里间投票 王迅和黄渤一组 为了保全自己 他会如何选择呢 我按道理呢 应该想办法让我 或者是伯哥进去 那现在他们肯定 很有可能有人投黄渤 我再投一票就完了 投他们 让他们进不去呗 但愿我这一票不是他唯一机的一票 我不是 王迅你投了谁啊 我投我自己 你投你自己 真是假的 咱们就先保证能进去一人 别带疑人的进不去 我投我自己 于是户部商量后的结果是这样的 五个人的如意算盘全都落了空 黄磊两票 一兴一票 王迅一票 王迅一票 那没戏了 黄渤一票 投票失败 我们老爷不能见你们任何一个人 新一段在线 编辑报道 8月30号第十二届华语青年影像论坛在北京召开媒体沟通会 会上揭晓了一系列的重磅奖项 青年男演员彭于晏就凭借电影《乘风破浪》入围了年度新锐男演员奖 演过了《大侠硬汉》 难得出演文艺片 不光改变了风格 就连造型都是史无前例的中分外加长发 其实我觉得挺过瘾的 跟造型开了很多智慧 我自己蛮喜欢 因为印象中我没有这么 这种发型的造型出现 等于是一个 你就不能有太多的动态 但是你又有一种 可以有一种苍苍感 然后再加上风一吹的时候 就有一点漂泊的感觉 就连半老 彭于晏也不在话下 从小喜欢开车 没想到你现在开得这么好 其实那个老庄 我跟导演讨论好久好久时间 因为我希望更老 如果他大一点 所以就跟导演讲说 可不可以办个70岁 还是80岁的样子 虽然在拼中并没有赛车的戏份 但是为了以防万一 彭于晏还是在开机前 主动进行了训练 拍戏之前的一个礼拜 我就想说 因为可能戏里面 我会开到赛车 所以我就跟导演讲说 我想要练习 学一下熟悉一下 这个赛车的甩尾一些动作 我就约了就是去 晒第一天 就一直在甩尾 甩尾 一直甩一直甩 或许正是前新的